大家好,这里是不用讲的浪浪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绝大业后 她讲述了历史上一位王后奢侈无度而失去民心 最后落得一个千古骂名下场的故事 不过大家不用想只是慈禧太后 清纯妹是奥地利尊贵的小公主 为了国家不得不联姻远嫁法国 不久丈夫顺利登上王位 而清纯妹也顺利成章地成为了王后 戒备森严且一点生机没有的王宫 压得清纯妹喘不过气来 所以她时常偷偷溜出去自我放松一下 完全沉浸在小乐之中无法自拔 随便一个礼物都是吉姆的皇家庄园 果然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 随后英俊的长腿哥出现在了清纯妹的世界 很快俘获了她的芳希 作为亲信的她和清纯妹格外亲密 但国王却对宫里长出的谣言一点不care 问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说好的幸福呢 那方面的不给力和国家惊惕的不景气 已经让她焦头烂额 在娘家人的细心指点下 结婚足足七年才彻底融为了一体 一年后两人迎来了爱情的结晶 颜值碾压众人级别的小公主 成为了母亲后的清纯妹更是花钱美术 全然不管不顾现在的花销结局的国家 和百姓的名不聊生 被人骂的狗血淋头也不在乎 可年清纯妹又诞下了一名男婴 以及更足的清纯妹更加涉及无度 而人们更是指责 她才是罪魁祸首 一心宠气的国王 仍然顶住所有的骂名 满足她的愿望 所以说 专制统治下的国王 多半死得很惨 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恰在此时 一个富婆利用掉虎离山之际 陷害了清纯妹与男人私偷 而原因仅仅是因为 一条不灵不灵闪瞎眼的大金链子 虽然这场冤案得到了平反 但百姓早已失去了对清纯妹的信任 依然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一番思考后 清纯妹开始参与国家会议 发现议会议总是削弱丈夫的权力 处处针锋相对 属下小白哥建议国王 整对一下阶级体制 多听听老百姓的声音 谁知 国王太过于执迷不悟 深得人心的小白哥刚刚离开 人民就发起了暴动 他们攻陷了巴士监狱 法国大革命彻底爆发 国王临死之前都没有反悔的态度 一刀子被人砍掉了脑袋 清纯妹被拨和孩子分开 在法庭上接受人民的审判 寡不敌重的她被判决死刑 水亦在舟 亦能负重 这是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曾悟出的真理 身为最高领导人 最先想到的就是百姓的感受 一味地压榨 后果不堪设想 这说玛丽王后在上断头台的时候 不小心踩了柜子手的小 微续续说 对不起 你相信吗 至少我是相信的 因为优雅与贵迹 沉静与淡然 早就写在了玛丽的生命里 像曼陀罗一样美丽的绽放 有辉煌的毁灭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